大家好,今天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各地云量偏多并且有断断细续下雨的情况 而要提醒大家,从今天晚间开始,封面来到台湾上空 今天晚间一直到周日这段期间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 各地天气相当不稳定,容易有局部大雨或是好雨出现 而且还要留意封面带伴随的中小尺度对流系统 可能造成的短延时强降雨、雷击以及强降风等剧烈天气现象 我们先来看目前的天气状况 目前今天清晨的分析图上面可以看到封面已经来到台湾北部的近海 而在封面带附近都有一些云系在发展,台湾就位在这个抵押带当中 从微信云图上可以看到封面前缘的云系已经笼罩全台 今天各地的云量都比较偏多一些 而在西半部、东北部、还有金门、马祖、澎湖都已经有一些降雨出现 那在封面带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 那像是这些比较偏蓝色到桃红色的这些区域的云系 就是对流发展相当旺盛的云系 在它下面的雨势都是比较剧烈的 那在封面带上这种不稳定的环境 这些中小尺度对流系统都容易萧萧长长 那在今天晚间开始一直到周日 台湾附近的环境就会相当的不稳定 要留意有这种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发展 造成的强降雨的状况 从目前的雷塔回复图上面则是可以看到 目前其实降雨上面是比较偏向中小雨的状况 那在台湾海峡一直到台湾西半部地区 持续都是有一些云系逐渐的移动移到台湾上空 造成一些降雨 那从累积雨量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凌晨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在澎湖金门马祖 还有整个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台东 都有一些降雨出现 那在中南台湾还有东部、东南部降雨上面 相对是稍微比较零星一些 不过呢今天白天各地呢 都是容易有一些断断续续降雨的状况 我们看一下未来天气的预测趋势 就是今天的晚间的预测图 可以看到封面呢 晚间就来到了台湾北部陆地 而到了周六 封面滞留在台湾上空 一直到周日 所以从今天晚间到周日这段期间 台湾附近的天气是相当不稳定的 那预计封面要到周一开始 会难移到巴士海峡附近 届时呢降雨会由西北往东南 逐渐地缓和下来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在周一这一天的 中南部东南部还是有比较大的雨势的可能 从降雨的趋势方面可以看到 这是今天白天的累积雨量的预测 那以今天的降雨方面来讲呢 其实各地都已经是转为有短暂的震雨 或是雷雨的状况 不过雨势上面相对来说还不算是非常的明显 那稍微要留意的是 在中部以北这边的降雨时间比较长一些 所以断断续续累积下来的雨量呢 今天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举步的大雨出现 那在马祖金门以及澎湖 也是有一些短暂震雨或是雷雨的状况 那金门马祖呢也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大雨发生 那从今天的晚间开始 整体的雨势加剧 一直到周日的白天 那可以看到其实整体来讲 在整个西半部以及东北部地区 还有在马祖金门的雨势呢 都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其他各地呢也是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震雨 或是雷雨出现的状况 而在封面影响的期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周六周日两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刻 那除了整体在西半部 以及东北部的降雨时间比较长一些之外呢 中心也可能会伴随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 也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有比较明显而剧烈的雨势出现 那这样子一波一波的短延时的强降雨 还有比较连续性的降雨之间造成的影响呢 会造成在整个西半部以及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到了周一呢 随着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 整体在北台湾的降雨有稍微减缓的趋势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状况 那稍微留意在中南部 还有东南部以及山区的部分呢 雨势上面还是会比较大一些 可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此外在气温方面呢 也是要提醒我们从周末两天开始 气温是比较下降的 这是由于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在今天来讲呢 在白天的高温 北台湾的红色这条线上面 还是可以看到 高温可以来到25度以上 中南部以及东部地区可以来到接近28度左右 相对来说 各地都是还是比较舒适温暖的 那周末两天呢 受到降雨以及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整体的气温是有下降的趋势 以北台湾来讲 周六周日气温逐渐下降 那到了周日的这一天呢 白天的高温都在20度左右而已 感受上市比较偏凉一些 那其他各地也会有稍微降温的状况 尤其到了周一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北台湾白天的高温可能会降到20度以下 那甚至早晚的低温呢 只有17 18度左右 感受上面整天比较偏凉一些 中南部地区的高温也持续在下降 约在23度左右 那到了周二的清晨的部分呢 其实清晨这段期间的感受上面 各地都会比较偏凉一些 北台湾的清晨的低温呢 约17 18度左右 其他各地约19 20度 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留意气温的变化 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 最后呢 总结在未来的天气方面 我们要留意周六周日受到滞流封面的影响 各地天气都相当不稳定 要严防局部的大雨或是好雨 而到了周一 降雨由北往南逐渐缓和的趋势 但是中南部还有东南部 还是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状况 那周六到周一这段期间呢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天气上面是比较偏凉一些的 那要特别强调的是呢 在滞流封面的影响期间 我们封面带上的天气环境是比较不稳定的 容易伴随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发展 那这些中小尺度对流系统 一旦发展起来影响到陆地上 就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一些比较剧烈明显的雨势 会有强降雨 强阵风或是雷击这些现象 那提醒大家行车用路呢 都要多加的注意安全 并且也要留意周遭的排水环境 以免就是有一些淹水的情况 那尤其是我们在周末这段期间是适逢大潮 滴滑地区可能会因为降雨 再加上大潮的关系 有些排水不良的情况 那也要提醒大家留意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